出卖信用 变身职业背带人 他说做车贷的 它能帮你带出来 吹款 然后吹到后面 他们就索性 电话就不接了 环环相扣 形成片贷产业链 各个环节都是出于经济利益趋势的 就套车嘛 赚个两三万 重拳出击 揭露犯罪黑幕 航班索道可能最终会出发法律 就跟自己不害了挑战 就害了自己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今年七月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接到某汽车金融公司的报案 称有多名车辆贷款客户 存在诈骗的可能 他们在付了几期贷款之后 都开始逾期不还 公司尝试多次催收 起初对方一直在推脱 直到后来 大部分人甚至再也无法联系上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报案人陈女士所在的公司 是做汽车金融服务的 也就是俗称的汽车贷款 今年七月初 公司在对余期未还款的客户 进行统计的时候 发现了异常情况 最近发现这些余期不还款的 那些客户 明显人数就变多了 我们就觉得比较反常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人的单子 拉出来对了一下 然后发现这些人 前几期他们是能够按时还款的 到后面付了几期以后 就彻底断供了 发现确实这些贷款 基本都是在还了一两期 还的情况下就不还了 处于一个长期未还的状态 更反常的是 催收团队在与客户 电话沟通的过程中 得知一些客户 之前买的车并不在身边 刚开始我们打电话催他们 他们态度还是挺好的 说什么现在手头紧 到时候肯定会还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去催他们 就直接说车子已经卖掉了 钱也用掉了 然后态度就一下子就 然后手机电话 到最后都不接了 除此之外 根据李女士提供的材料 警方发现 有几个逾期的客户 都是在同一家4S店买的车 而且基本上 买的是同一车型 这款车的市场价 在34万元左右 我们当时会核对一下 他们个人经济情况 当时发现还都是很不错的 像看他们提交上的资料 他们都是有稳定工作 而且收入也比较高的 随后警方对这些贷款申请人 提交的信息进行核查 却发现除了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是真的 其他住址和工作等信息都是假的 发现他们这些购车人的本身的一个资信的情况非常的差 基本上身上都备有贷款 有银行的 有网贷的 而且从工作轨迹上来看 都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工作 也就是说跟他们借款申请表上填写的收入内容 它是不相符的 本身这些人 就是生活非常的贫困 需要去以这个信用卡去维持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 应该是不会说再去为家里购置一辆车 同地购车又基本同意车型 此外车贷都在交了几次贷款后产生余期 这诸多的巧合使警方推断 这其中必有内幕 警方在接下来的核查中 发现这些人都与同一账户存在经济往来 这些人在申请了汽车贷款之后 账户里会有同一个账户给他们打了一笔钱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 他们是同一个人来指使他们来购车的 目的就是为了把车辆套走来牟利 而不是真的是正儿八经的购车 据报案公司初步统计 这批贷款申请人异常余期的行为 已经造成公司损失300多万元 断供的车贷 异常的背带人 金融公司为何余期率突然变高 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骗局 东方110正在讲述 原本这些车贷申请人自身都背有债务 但是在伪造了个人信息之后 各自向汽车金融公司申请了 20多万元的贷款 警方高度怀疑 这些贷款申请人存在骗贷嫌疑 涉嫌贷款诈骗罪 那么这些人怎么会走上骗贷这条路的呢 根据掌握的线索 青浦警方率先找到了其中两名造假的贷款申请人 老陈和小李 据了解 因为两人身上背着网贷的原因 已经没办法再从正规平台进行贷款 老张以种植农产业为生 但最近几年连连亏损 不仅赔光了手头的积蓄 还欠下一身债 因为技术不成熟 人员他们也管理不没管理好 然后给自己的钱亏掉了 开始打印象要吃吃喝喝 要请他又欠了一笔钱 而小李原本在一家公司上班 觉得工资太少 转行做起了服装生意 因为缺乏经验 没有赚到钱 反而堆积了一批货 急需资金周转 有点不死心吧 不甘心 想就是说东山再起 想再拿点钱 再去投入再做 因为当时的话 这个行业还不是特别差 所以我想着别人能做起来 我为什么不能做 就在两人在为借钱犯难的时候 有一个号称 能轻松搞定贷款的中介 找到了他们 头上之间 我手机接了一个电话 他问我需要贷款吗 需要紧格吗 他讲你挣需要钱呢 他有个门路 就是说你扯着贷款 新车 然后再给你扯着卖掉 据老张和小李所说 这个自称曹经理的贷款中介表示 申请车贷就可以解决他们贷款问题 并向他们保证 只要有驾照 以及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 能在短时间贷出十余万元 资金情况比较差 通过正规的途径 已经贷不到贷款了 利用他们一个这样一个心理 来去通过车贷的方法 去来诈骗钱款 而且他们业内的一些数字叫驾照贷 也就是你有驾照 就可以去通过买车的方式 去套一笔钱 这对于经济状况极差的老张和小李来说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于是根据曹经理提供的地址 他们与一个叫陈老板的人 约在公司见了面 如果你放心这正常的贷款 就是个车贷 就像你去做房子 做抵押贷干嘛的一样的 你补房也可以 他自己的我到法院 所以明示起诉你 对于两人的担忧 陈老板担保不会存在任何法律风险 并向他们提供了一套应对的话术 我在这个购车的时候 以及后续这个金融公司 催还贷款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话术 来教他们应付这个汽车金融公司 一些这个审查 陈老板的一番劝说 再加上高额利益的驱使下 老张和小李答应 试一下这种贷款方式 对于片带团伙来说 他们的目标都是像小李 老张这样经济拮据的人 抓住这群人急于用钱的心理 在一番劝说之下 大多数人为了尽快拿到钱 都愿意配合操作 那么这群人究竟是 如何从欠债人摇身一变 成为有资质贷款的人 又是怎么样将车贷办下来的呢 据两人所说 当天陈老板先是和他们沟通 需要的具体资金 根据资金要求推荐购买的车辆 他会指定他们去购买 某一品牌的某一具体型号的车辆 那么这款车辆的市场价格 在三十四五万左右 然后最终再交给 悲债人大概十来万人 左右的好处费 确定购买车辆后 陈老板随即让他们签署 购买车合同并且提交贷款申请 他就让我签 就签了好几份资料 就咔咔咔签 签完之后他就说 把手机给我 我给你弄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操作 一切全部是形成的一手草办 就这么签完 就给他一个身份的 老张和小李告诉民警 在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 陈老板会根据他们情况 再进行调整 当时就离职了 没有在公司上班 然后他说没有公司上班 可能不行 当然写了四万多的薪资 设置一些 将一些空壳公司 放在他们的名下 为造成他们是 有公司正在经营 经济状况良好的 这么一个情况 贷款申请提交过后 陈老板还会给他们 一张小卡片 上面写着 每个人新的职业 和收入情况 个人住职 用于应对 后续贷款金融公司的回访 贷款人本身的财务状况 比较差 那么又没有什么工作 那么为了给车贷金融公司 一个合格贷款人的 一个假象 那么不法中介 也会教被债人 去说一定的话 包括收入的情况 都会事先替他们 编创一个虚假的 背景身份 以及财务状况 教被债人 用于欺骗贷款机构 通过陈老板的一番包装 小李和老张两人 从负债累累的欠债人 摇身一变 变成了工作稳定的 高薪白领 和开公司的老板 4S店销售人员 会将相关资料交给 金融贷款公司 一般 在提交申请资料后 一到两天内 这些背带人 会接到贷款金融公司的 回访电话 然后他就叫我说 他们会有一个 就是回房的电话 你回头就是 就是按照我说的 去说就可以了 之后就接到 那个金融机构的电话了 完了之后就 你叫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按照陈老板传授的 应对话术 他们很快 就会通过贷款审核 在车贷这一方面的 真性审核 它与银行的这种贷款 还是有些区别的 对于资讯的要求 没有那么严格 这个金融机构公司 只注重于 这个形式上的审查 你到底有没有这些材料 而忽略的实质上的审查 去辨别一下 这个材料的真为性 之后 小李和老张 就要支付车辆首付 并转给CS店销售4000元 一辆34万元的车 首付大约在10万元 所有需要支付的费用 由陈老板垫付 因为我当时 也拿不出首付的钱 拿首付的钱 他就转账 先转给我 转给我之后 去付首付的钱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 然后说可以去提车了 去了以后 一个女同志过来 接待了 她娘什么话都不要说 不管车子是你买吧 是你买的 你去签个字就醒来 大概有零食办的 零食拍照办好以后 大概有十几分钟吧 就让我到库里去提车 整个提车的过程 不到一个小时 CS店的销售人员 熟练地带着他们 半晚买车手续 提到车后 陈老板还会要求他们 手持身份证 拍摄一段视频 他给了我一个模板 然后让我跟着 那个模板读的 就是意思就是 自愿把车过户出去 以后这个车 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现在的过户也比较简单 他们基本上就叫 悲战人自己录一段 愿意过户这个视频 就可以到万省市市 直接车辆过户来 至此两人的任务就完成了 当场陈老板 就会转给他们11万元 然后跟我说 没事了 反正把签证给你就行了 然后车也开走了 经警方调查 这些车辆很快就被变卖给二手车市场 当时开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评估那个车的时候 当时那个我们给的是 二十八万的 接近二十九万的 因为它车况好嘛 又是原版原期嘛 我们再来重新计算一下 一辆三十四万元的车 在二手车市场卖出二十九万元的价格 去掉陈老板店付的十万元首付 4S店销售的四千元费用 以及保险费等成本 还剩下十七万元 其中申请人可以拿到十一万元 剩下的六万元 就是骗贷团伙的利润 因为这个行为呢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无本生意 然后这个经济力也比较大 因为这个贷款买车 将车变卖之后 这个骗贷行为 实际上他们能够分到这个贷款的 大约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么车辆过户之后 可能车辆再经过其他几道手 就由其他的不知情的客户 就将这个车辆买下来了 也就是正因为如此 也造成了车贷金融击破 对当初的那辆车辆 已经没法再用于保障自己的债权了 其中直接的受害者是车贷金融公司 但是对于这些背贷人来说 看似是拿到了十一万元 但其实不但要背上债务 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是得不偿失的 自以为没成本的获利 实际上消耗着个人信用 骗贷团伙为什么对审核流程 如此了解 这些人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东方110正在讲述 警方梳理了报案公司提交的 逾期客户资料 发现共有八人涉嫌贷款诈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造成了汽车金融公司 超过两百万元的损失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警方立即锁定了 骗贷团伙的两名涉案人员 并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 如此了解审核流程 又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的呢 今年7月18日 上海警方分别在上海和江西两地 将两人抓捕归案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 他原本开了一家住贷公司 帮助客户顺利贷款 但是从2022年开始 客户越来越少 当时为了拓展业务 他动起了帮助客户 骗贷还债的念头 然后那时候喝茶就无意之中 聊到 有个叫潘XXX的 就是说在奥迪买了一辆车 但是车子早就 已经卖了 因为缺钱 但是贷款仍然 在正常还 可能就觉得这样子 好像有的客户 可以为他拿到一笔资金 客户因为他省级是比较松 他负价这一块 看得比较轻 而犯罪嫌疑人曹某 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陈某 在得知这样一个 高收入赚钱渠道后 他马上加入了进来 他当时是说 做零走不够车嘛 就套车嘛 他就把那个 所有的流程跟我说了 看他能赚个两三万 后面他就说 要不要一起坐吧 后面我就答应了 那么两人商量的时候 一拍即合 决定一起做这个事情 犯罪嫌疑人曹某 他对CS店这块比较熟悉 那么犯罪嫌疑人 他本身的资金实力 比较强 那么两个人一合计 一个人出资金 一个人负责去 沟通CS店的渠道 那么不就 这个犯罪链条 不就可以形成了吗 在团队中 两人有各自的分工 曹某负责寻找 急需贷款的目标人群 并与CS店销售 对接贷款购车事项 而在骗贷过程中 最关键的环节 莫过于如何通过 贷款审核流程 我发小之前 他那里买过一台车 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对 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做 因为他对这个会比较熟悉 周某是普陀区 某品牌车的销售人员 这几笔异常的车辆的买卖 都是由他经手 在同一个人介绍的客户 接二连三预期违约的情况下 他依然放任这种情况 他出于可能自己的利益考虑 他并没有履行自己一个 正常的一个义务 每成功售出一辆车 周某不仅能完成销售指标 他的个人账户 还会收到四千元 对此 周某表示 这是车辆手续费 是公司要求缴纳 对他们的犯罪行为 他并不知情 他接了客户就行了 至于他接上了什么 客户资质 资质有银贫在审达 不是我的审达 那我有单字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是做一页就会导向的呀 但其实所有贷款的资料 都是由他上传到 他们汽车金融的平台之后 再由汽车金融公司 进行线上审核 并且也不看车 也不问汽车的参数 也不问价格 直接就是定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异常的点 作为一个 CX店销售工作人员 其实在这个其中 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除了主犯 陈某和曹某 其余涉案人员 以及背贷人都称 对贷款诈骗毫不知情 但实际上 他们都是抱着侥幸心理 为了个人利益 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 出于经济利益趋势 背贷人可能是因为 急需用钱 不惜出卖自己的信用 去申请这么一笔 所谓的贷款 贷款中介 因为觉得可能 自己躲在幕后 又是一门无本生意 所以也愿意去做这么一个事 然后你像CX店工作人员 他可能自身也有业绩压力 除了完成自己的业绩之外 还能获得额外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陈某与曹某 因涉嫌贷款诈骗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销售人员周某 以及背贷人等 9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贷款诈骗罪 已被亲谱警方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想了很多 感觉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也有问题 那我做了这个事情 我就承担后果 第一次恨自己 第二次恨成 他隐忧我 还有第三盟 家里小孩这么有救 又害了小孩 又害了自己 有资金需求的 千万要通过正规的途径 去贷款 不能说是走旁门左道 因为走旁门左道 可能最终会触犯法律 受到法律的打击和惩罚 而在案件发生后 作为被害方的金融公司 也相应升级了贷款审核的流程 目前 本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